嗨,大家好,我是楊 在德國用罷工跟資方談判早已不是新聞了 這些事情發生在一年前,也就是2018年2月的時候 代表金屬加工業勞工的IGMETAL公會 終於與資方團體達成協議 這裡的IGMETAL公會,我用英文來講其實它是德文 達成協議之後終於結束好幾個回合的談判 與一天警告性的罷工 這讓不少汽車大廠和空中巴士都鬆了一口氣 德國的汽車品牌有賓士、B&W、保時捷、奧迪、大眾 那空中巴士不是在法國嗎?跟德國有什麼關係? 它的總部在法國,其實它是由英國、德國、法國、西班牙這幾個國家共同製造的 那達成什麼協議呢? IGMETAL公會原本要求6%的調薪 但是最後與資方達成協議 調薪為4.38% 一週公時原本由35小時,縮減為28小時 這已經是第二次縮短公時了 在此之前,它一週公時是40小時 後來縮短為35小時 這次又縮短為28小時 28小時的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你早上9點去上班 下午不到3點,你2點多就下班了 在這裡,資方給勞方有更多的時間去照護家人 讓他們注重家庭生活 那資方缺少的勞力要怎麼補足呢? 缺少的勞力可以跟其他員工簽訂一週40小時的合約 或者是其他勞工來補足 雙方各取所需 我們觀看這個圖表 在2017年,一週公時35小時的時候 德國的全球競爭力排名第5名 到2018年的時候 全球競爭力不減反升 升到全球第三名了 縮短公時競爭力還上升 你會很好奇,這是到底怎麼做到的 Ig Metal公會的成員有200多萬的人 這是自1990年以來,失業率最低的一致 失業率只有5.4% 那經濟成長於自2011年以來成長最快的一次 這次Ig Metal公會的勝利 引起各方面的關注 因為適用在他們身上全新的條款 在未來也有可能擴展到其他領域的勞工 一名在德國擔任材料工程師的印度一名工作者 他對德國的工作效率印象深刻 他說在德國上班沒有人會遲到 上班的時候沒有人會看Line聊天閒聊 打屁,都是很認真的在工作 而且午休 休超過半個小時就不能記入公司 你臨時有事也不能記入公司 而且加班要經過員工同意 除非是一些緊急狀況 不然都要事先提出 下個月的加班日速時速還有人手分配 要經過員工同意才能執行 那你會說什麼是緊急狀況 如果客戶今天打電話就要說 你可以幫個忙嗎?我這個很趕 然後我明天就要或什麼之類的 這對德國來說這不是緊急狀況 他們的緊急狀況是 例如電腦當機影響公司營運 讓公司都沒有辦法運作了 他們才會派人查看維修加班 這才是他們的緊急事件 他們說我們不會犧牲員工的權益 來換取公司的利益 這句話很重要 不犧牲員工的權益 來換取公司的利益 我相信這句有壓應的對指 許多老闆都相當討厭 這個時候老闆們會開始討論 快!你快出對指!對指他! 你快出對指!對指他! 你快出對指!對指他! 由於他們的員管也是從員工基層 慢慢升上來的 他們知道他們能做多少事情 所以交代的任務總是能在時間內完成 不只金屬加工業、辦公室 就連服務業也是如此 在德國是少數國家中 有專法限制營業時間的國家 只有加油站可以營業24個小時 一般商店只能營業到晚上8點 假日的話只有餐飲業能開 其他店都不能開喔 你會覺得很好奇 如果我要購物 我要Shopping Sunday怎麼辦 如果你想要Shopping Sunday的話 在德國一年只有三四次的機會 走日有開放其他商店才能營業 你一定要把握這一年三四次的機會 這些制度跟規範是源自於中世紀基督教的安息日 即使到現在的德國人也相信 這些制度跟規範可以保障勞工的利益 同時能享受家庭生活 也同時能擁有金正義 好了我的影片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分享及訂閱 拜拜我們下次見